走 小青 因为你 我在西藏的奔跑记录又提高了 为什么 我现在可以在拉萨奔跑50米 还是速冰的呢 我真的超强 小明大学听起来在变夜 我安静地等了他们一会儿 发现自己等不到了 然后敲响了门 听着立马就温柔下来的声音 哼 女人 当然是我啦 小艺青不爱你找我了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小艺青不爱你笑 在他一年未见的姐妹 相当相会说些什么 你为什么长高了 你为什么又长高了 小艺青也变了 第二天是小艺青同学的生日 她给自己的生日 生日礼物是一张从西藏寄回给自己的明信片 自己写的一张 我给她的生日礼物是 我买一碗藏面 一碗藏面 没有筷子 对对对 忘了忘了 谢谢 你干什么你要拍下来吗 你叔叔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感人的生日礼物 你那么不要跟我互相拍 你要干什么 我不想跟你弄进去 我帮我给你拿筷子 然后人家说不行不行 一定要拿筷子 不然的 我觉得你比较厉害吧 生日之前可能有什么超能力 之后我带她去了我视频里的她心心念念的塞拉斯红山 就是在吃火龙果的林凯钦还有点好看 她说她买的火龙果一点都不甜 这是林凯钦帮我跳的座位 旁边有点垃圾 有本事你就不要靠垃圾坐 你就从那边 甚至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阳光充沛的座位 没有必要跟世界是这么水火不容 和垃圾坐在一起可以更加衬托出我的宝贵 我疯狂地在流汁 滑了很甜 有个根故不变的真理就是不要太高的 小林友善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会要自己去打水 没有自来水 虽然有自来水水管 但水管里面没有水 所以沾一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不要甩头发墙就很镇定 没关系 车到身前必有问题 我甩头发是因为它会沾到果子上好烦 啊看这只友善的冲满 人性光辉的时候会吧不会吧 她要帮我录下头发吗 这就是友谊吗 我哭了 没错小林提出的问题居然是真的 斯拉斯卫生间的水管里真的没有水 但我也的确找到了属于我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就是 啊你敢借我拿这个水擦到嘴巴上 刚一个阿姨跟我说这是脏的 走吧我好难过 怎么办真脏的 你也得笑容 你阿姨让我赶紧买个矿泉水擦一擦 在厕所里面你说它是哪种脏水啊 厕所的 它顶多是用来冲厕所的水 因为不是很过分的 啊那我觉得对也差不多 那我的嘴巴会怎么样 它会肿起来吗 哈哈哈哈 于是我们去小麦部买了一瓶水 当我刚把它拧开小林告诉我 你这里面好像有水杯里 求证之后我发现 对是的 而且我水杯里面还有水 你咋就不能走点说呢 就我刚才拎你的包的时候 我感觉啊你的包里看起来 就是有点重量 你早点告诉我就算了 太嘲讽我嘲讽得不易乐乎 这个包里面啥也没有 鸡也没有 这就是友谊吧 我觉得跟你出来很不安全 所以我强装镇定 面对着嘲讽从容不破 可命运就喜欢打击坚强的人 我突然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我把我防晒霜抹掉 怎么办哦 我的嘴巴真是灰色的 不过友谊就是友谊 友谊仍是伟大的 刚才防晒霜闪着光辉 太棒了 我嘴巴将不会是黑色的 你来给我涂一下 你自己吧 我不想把那个碰过脏 啊友谊 来了 我大 接下来的旅程 就在我和小林同学的互相嘲讽中愉快地进行 一起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这边祈祷的大叔是做着念经文的 而且真的可以套套钱 谁说的 拍照片把它放下 比如在山脚下的超时发现了自己大号的童年 小林同学 静静业业的防晒 把自己包得像个白粽子 啊 你怎么这么细致 虽然我看不到你的脸 但我觉得你的脸 藏在两个妙子 在那脸已经很优雅 你把自己捂成这个样子 你现在结束也不愧吗 可惜他好像也没有坚持很久 你怎么 现在你的防晒了 他们是一家人吗 小林同学明显没有我 在那种对西藏狗的发自内心的敬畏 他勇敢地静止地走了过去 走了过去 我我我我 我头脑发忙大脑一片空白 努力宣告可是 可是这一切发生的事实在太快了 狗兄妹走了过来 你为什么要招惹他吗 真可惜 你为什么要招惹他吗 不好意思狗兄再见再见 低脚未脚 低腿未腿 总之我们平安地撤退了 人家在打断 你为什么要向他们走过去 他里面还有一只 我就想看看他 他长得很可爱 但是很凶 可小林苍白的解释 并没有平息我的愤怒与尴尬 那个请你 你居然让我这样丢人 我之前害怕 但是我不会像刚刚那么丢人的喊出来 不过小林经此一遭 好像被吓破了打 哇 好漂亮 好恐怖 他不是很可爱吗 不是啊 不要来照顾我 好像并没有 可以去家人下去了吗 你不过大脑再次一遍空门 他又走了过去 他站住了 然后说 饭了 对 要我帮你拍张照吗 好呀 小青 你看起来像是 你像是生了什么病 然后但是还是步履蹒跚的想去为自己祈福 我也要歇了 你的脸发红了 但我根本看不清楚我拍的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入画 我也拍个看不清楚啊 哈哈哈哈 最好把他们每一只都当成藏牢 这样你就会很平安 那边是有个佛像吗 好看哎 好的上面是供风的 就是我不知道这些什么所谓的 不是这个是 如果他们去世的话会画一个这个 就想让灵魂超途这样 就是因为我发了那个视频 很多人跟我说 那不是让你往上爬的 哈哈哈哈 这个俗话说的好啊 人生就是怕啥来啥 你想拿走 你想拿走 快拍以前 你想拿走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小林同学居然还是对他们充满热情 于是我只好委婉地说 觉得他们 吃得饱吗 继续上行 遇到了一个僧女大爷 拎着一袋子肉骨头来喂狗 嗨 我的猜测被证实了 这只狗真的是吃肉的 虽然我被他们吓得不轻 但我看着他们 才觉得自己第一次见到狗 他们眼睛里发出的光 和城市里的狗狗完全不同 你觉得眼前的不是一个可爱有物 而是一个生命 看着他们就觉得自由 宁可欣 为什么你的帽子都卸掉了 我觉得你会忘掉这件事情 她嘴角露出神秘的微笑 然后宁可欣刚刚把帽子塞到我的包里 实在是太不道德了 包里已经放了她很多件东西了 没有 有 没有 有 有 我可不承认 哎呀 遇到小吴来了 你挡住了我的画面 嗯 你去挡一下吧 我已经来个 走吧 你先让我挡住一下 啊啊 拍完这个片段之后 小林就累到她们了 这是为什么呢 月轻 你有你的部署 我这样走一遍 我要来个对比 来 我扶你 你走拍 你让我自己走 好累啊 记住她现在疲惫的样子 好 给了 可以 从那开始 谁能想到这段野开机 她都不不走 你就 你假 你就最美的人了 小林真是一个敬业 她拖了疲惫的身躯 又给我来了一条 而且这边的花真的超级就童话 好漂亮啊 我现在看见就想笑 真的是用完了身体的全部 最后的力气 觉得好不好吃啊 你觉得什么好不好吃啊 对 这特特的东西 她不能吃吧我觉得 如果你营养育 你吃什么 好的 朋友果然是用来食毒的 没得见啊 你愿不愿意记住我的Vlog Vlog不要提我就想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随便来拉萨 拿包 你愿意记住 你有点好看你现在 我一直都很好看 我发现我现在体能真的变好了 我一开始过来 然后爬丝拉车的时候 整个人真的跟你差不多 这儿的时候 我记得我已经闯过跳了 我也有怎么样吗 很好 你很好 林可欣一点感觉都没有 她特别舒服 林可欣居然还笑得出来 她太棒了 我现在开始不会摘下来 我的帽子了 好的 女人 谢谢帽子的小林 当然是为了干大事 但你猜她想干嘛 她想滑滑梯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 连走路都走不稳的情况 你还别跑 我骑蓝了 走 哦 这样子 那有点验我吧 我有点怕 我还能见到你吗 林可欣 你的手机在这里吗 哦 太好了 你的手机现在还是值多少钱 你知道我现在很穷吗 我不知道 小林同学嚣张地走了上去 在三秒之后就温柔了许多 不记鞋袋 就是不记鞋袋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 十岁 我这个时候就没有 记鞋袋 完了 先记鞋袋 然后我要怎么样 你要查一下他去哪里 这个就得靠悟性了 就上不去啊 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从旁边往上爬 然后再往右慢慢地挪 我随着他慢慢往上爬 然后发现 这很陡吗 林可欣 这很陡吗 这人一高掉就能出事 突然我一个裂起 啊 这样一清水倒了 我哪里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没有水了 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那么兴奋 你为什么看我摔 我那么兴奋 飞行这儿很好走 哎 你量力而行 朋友 你不要爬那么高 会有高反吗 我没有带手机 现在好高呀 我想拍照片 我帮你让上去好吗 你在那儿带着吧 我下去了 当然不帮你了 从那个滑锁那儿下去 我往上爬 你往你的前面走就可以了 我走不到 我要手机 我手机就要马上来 别问 问就是后悔 我为什么要让你爬这个东西呢 你现在不是很惬意吗 为什么觉得我上次来的时候 好劝 让他要 你明明站在这里 什么都能看到 你骗我 你骗我一下 你刚刚站在上面 大海转过什么 都瞅不到了 快把我手机坐上来 发现我当时爬的那个 不是这一个 他有很多长得很像 但是绝对不是这一个 到底下不去了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下不去了 就是下不去了 下得去下得去 我帮你想一想嘛 哎呀 你就这样坐着往下滑就行了 他这整个都是滑的好吗 这一面 石壁 都非常的灵巧 真的他非常的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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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 菠萝米菠萝米 你又看不得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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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 没有见过人们俩的生存 做出一些努力吗 哎 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有点快有点快 好 没有 没有事 没有事 没有问题 哦 有点快 哦 好啊 该你了 啊 好危险 我不要 拜拜 我拿着你的东西走了 不是很危险了 原路走下来吧 小林看起来是他太可怜了 于是我开始鼓励他 你看你在慢慢滑动啊 很不错啊 你就要放空自己 舒缓身心 谁知道他想的居然是 拍一张照鱼 我给你拍了 拍了好多张 你头上还有一朵鱼 特别好看 我的身份证掉了 我的身份证掉了 还挺不断 那就是你下来捡啊 在我的脚子里 akin 你中心往后就没有关系 你居然会 但反思精神在这样的处境下好像并没有用 小林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风险精神的人 她站起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小林的裤子没有破洞 可指甲却屁了 孙岩前辈凄惨致死的 但总有人年轻着 哈喽我今天来回答几个疑问吧 争绩Q&A的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发私信仰伙之类的问我问的最多的 那第一个问题我真的就带1600吗 我那1600真的能支撑我在拉萨过一个月吗 其实这个问题呢它是有奥秘的 这个奥秘就在我以我精卷的撒眼技术 成功的成为了我现在所住的这个青年旅社的一名光荣的小义工 那当义工的意思呢就是他包吃包住 但是不给钱 那但是其实拉萨是一个物价特别高的城市 包吃包住就已经免掉我大部分的这个生活的花销了 所以说我原来的时候就像我刚到拉萨的时候 大概吃了几天饭 然后把自己住的房费付完之后 基本上就剩小一千块钱了 自从当了义工 我其实我真正需要花销的就是我的交通费 还有可能平时想吃点什么领祖儿之类的 所以真的当义工之后我要想的话 我真的能在西藏摆一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脱根了半个月 其实主要是家里的原因吧 因为我被负责两次嘛 然后我爸妈也觉得我特别尊重 我也特别支持我的选择 但其实他们是非常心疼我的 希望我能够赶紧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然后就去今年去上大学 我自己呢其实我是不觉得这个人生有什么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路吧 但是但是我还是很 我还是很阴谋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吧 我在思考说我到底为什么考 然后我考上之后呢 它能够给我的意义是什么 那它能够带给我的是什么 包括我现在去上我现在被录取的这个综合类大学 和我真的我再来一年 然后我去考上我心里所谓的梦想 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这些问题其实是我自己必须想明白的 然后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我的问题 自己内心就特丑啊特纠结 一阵也都挺心里交瘁的 然后在这种状况下 剪不太了我那种特别开心状态下的视频 然后所以说就这么一直拖跟了下去 然后最近睡眠也一直不太好 但众所周知我这个去西藏的视频其实小火了一把 然后这个后台呢就会收到非常多的丝心 其中就会有很多品牌呢就会送我一些它们的产品 那其中呢就这个唐导的书音眼罩 我之所以会说它们 就是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这品牌的概念特有意思 唐导它主要是做关于睡眠的一系列产品的 然后这款眼罩呢就是它们的产品之一 它这个眼罩的设计理念 就是希望你戴上它的眼罩之后就像身处森林里面一样 然后戴上眼罩就像有一片小叶子裹在你眼睛上一样 我觉得这概念还挺有趣的 然后就试试看了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包装其实特别精致 就这样抽开 然后又是眼罩了 其实这个包装 就是包装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 是因为我已经用它用了一阵了 然后我就是为了给你们看它的包装 才把它又塞进去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眼罩 它是这种一片式的设计 我自己睡觉的时候是那种 比较需要安全感 能睡得比较好 之前在路上没眼罩就不太容易睡着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包裹式的设计呢 就觉得挺喜欢 就觉得它特有安全感 而且它是这种魔术贴调节的 就不像那种挂耳式的 可能你睡一觉晚上起来 耳朵上可能会不太舒服 然后我这个戴上的时候呢 它就是这种一片特别温柔的包裹在你的眼睛外面 然后软绵绵的 而且它有送袋子 就像这种小袋子 如果要出去旅行啊 或者说上学 你就可以把它折起来 然后放进这小袋里面 然后就特别方便 就是说我还算是一个当代年轻人 但是我真的已经感受到所谓睡眠的重要性 就人生苦恼事情已经很多了 如果连觉都睡不好 那真的人生也太悲苦了 但我最近睡眠时间就特别不稳定 就是有的时候连着四点才能睡着 有的时候就是晚上八点 就突然特困 突然入睡 就是那种奇怪的生物中啊 养成了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 我不管再累 我都会用最后的神志 最后一点力气 给自己戴上眼罩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 第二天早上被刺眼的阳光 强迫唤醒的惨案 而且这个书音眼罩 它的直高光度真的非常好 因为它的这个全包裹设计吧 然后尤其你可以看到它鼻翼这边 它其实是有加厚的 完全可以杜绝这个透光的现象 然后这眼罩其实我拿着 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质感特别好 就它料子就看着特别绵软 然后特别亮 因为它材料特别好 它这个是奥地利蓝金天丝材料的 是一种纯天然的材料 是用奥地利和欧洲中部国家的 橘木森里面的木浆制成的 然后就植物纤维 它跟普通的那种材质相比 它透气性就特别好 就尤其是夏天吧 你有的时候晚上会比较热 戴那种太厚的眼罩 你就会越睡越热 最后大汗淋漓的起来 但是它就不会 它就可以吸收掉你多余的那种水分 然后它的手感真的特别好 就你贴在脸上的感觉 就是柔柔滑滑软软的 就完全不会有不适感 不知道你们睡觉有没有什么习惯 我晚上睡觉反正挺不老实 就爱左右滚一滚 那晚上它因为特殊物不忙 所以说你脸 早上起来就不会有脸疼的问题 我专门还查了一下 就是它这个天丝材料 虽然我个人不太了解奢侈品 但是我发现这个天丝材料是 奢侈品牌还蛮喜欢用的材料 就比如说像今年的山本药丝 它的春夏款 就大部分用的都是这种天丝材料 所以说它真的特别舒服 而且也挺高级的 但是拿到它我还以为这是真丝的 其实它不是它是天丝的 但是天丝其实比真丝好的点 就是它没那么娇贵 它比较容易洗 然后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点 就是它的售后服务 它售后会有一个晚安短信的服务 这个服务就是 它在你购买之后的30天里面 会每天晚上都会给你发一条晚安短信 就是晚安再加上一句话 所以我整体使用下来 会觉得这是一个 让我特别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小眼罩 定价是229 新品发布就会有优惠 我也问他要了专属的粉丝福利 看我视频的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 就可以149拿到它 就去橙色软件搜索 唐导眼罩就OK啦 那具体的呢 我就放到评论之顶了 最后就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每天晚上都能做个好梦 然后夜夜都好眠 谢谢观看 这期节目 有点 谢谢观看